我们今天来聊一聊BlackSeed 聊这个话题因为上周末的时候 有一个在白宫南草坪的一个集会 然后出现了大量的黑人选民 然后我们其中开放麦的一个嘉宾也在现场 我们就今天来聊聊BlackSeed 还有这个它后面的创始人 非常有名的Candice Owens小姐 好George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George怎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现场 到底什么一个情景 你见到了点什么 星期六吧我是星期五过去的 那星期六的话呢 其实是有两个不一样的 就是back to back的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聚会 第一个呢是在华盛顿的几条街道上 当然有警察是有预先预计好的 有封好路了 然后就从一个酒店那个J.W.Maria 一直走到华盛顿Monument 就是那个坊间碑 前面一个公园 然后在那里的话呢 就包括一个Candice Owens 一个叫Brandon Tatum 是一个黑人的 以前是Arizona州的警察 还有Larry Elder 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新闻的 算是commentator吧 他们三个的话呢有讲话 然后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从那个草坪 就到了白宫里面 那这个第二个Event 就是支持警察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主要的在当场的话 我也有几个媒体有采访我 我也说其实上呢警察也有坏人 也有好人 但是呢重点是我们不要把警察 跟社区的这个关系搞得太僵了 因为如果很多媒体在渲染 让很多社区不相信警察的话呢 这个对整体美国的法治是非常的不好 他们有一个主题吧 叫back the blue 对不对 就是black said 他们组织这个活动的其中一个主题 是说我们要支持这个执法人员 back the blue是在是在白宫里面进行的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 message都很相似 但是应该理论上来讲是两个不同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些 就是你给我发回来这些视频 就是black said的这些参加者呢 好像也都是穿着这个蓝色的衣服 这有什么讲究吗 这是为了之后在白宫的那个聚会的一个准备嘛 back the blue就是支持警察 blue就是蓝色就是警服啊 所以就支持警察 支持执法员 那我看到有媒体说 这个black said这个活动是掏了很多钱去 请这些等于说这些人是拿了钱来收啊 你觉得这个说法怎么样 首先这个集会的话呢 安排的比较紧 也可能是因为总统现在从川普东 是刚刚大病出狱嘛 也其实也没有病 他只是确诊了那个covid的这个infection 所以这个安排的话呢 应该是我所我所知道的消息是上个星期一 所以基本上只有几天时间去决定 那基本上的话呢机票跟这个酒店的话呢 确实是那个组织的人去给的 但是这个你自己的时间不会说有人给钱你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一分钱 倒进我的口袋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但是他确实有安排这个旅店跟这个去票 同样的event好像以前很多那些报那些那些所谓的示威游行 也有相似的情况 也不见得媒体去讲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有施工允 这种event的话呢 你也是要volunteer去做 还是我们这还是一个volunteer 一个参加的一个 这种浅蓝色的这种衣服 也是说活动方要求大家是必须得穿 不穿的话好像有一定惩罚 我有看见没有穿的人 有没穿的吗 有没穿的 参加的有很多是一些黑人的牧师 他们有些的话还是穿的很西装鼻挺 如果你知道很多黑人教会的一个文化的话呢 他们是很注重他们的形象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人是穿的西装 有一些人的话呢 他有自己已经准备好他有自己的message的一个衣服 这位女士你看他的衣服的话呢 他就讲的是event black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就是讲到那个拜登的 有讲过句话 如果你不支持我就是你就不是黑人了 当然了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他他就是那件衣服是你可以去穿 他建议你去穿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在穿 那在活动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black side的发起人 Candace Owens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speaker是非常好的一个speaker 另外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有些人比较熟悉 他现在是怀孕了 所以的话呢他在这个时候也还是出来 也算是很拼命来用中国的话 假如说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他在带着应该好像是有 我看我看应该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吧 还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非常的可以说对这个事情他是非常的有热情的 你们白宫南草坪的时候 川普总统出来说了点什么呀 其实并没有很多coverage 我也是只是在你的 这个其实有几个重点嘛 他第一个是他确诊之后第一次出来 首先他的声音非常的响亮 所以基本上听不出来他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人 讲了的话呢 几个主题 我其实觉得好像他这个演讲 并不是一个scripted的 并不是一个有准备的演讲 他讲了几个比较 不是太接在一起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 当时backed the blue就讲到这个警察的问题 讲了一些选举的问题 也有讲到这个病毒的问题 也有讲到 我总是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 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很健康的 就是说这个主题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散 就是应该有三四个主题 有三四个东西讲到了 但是总共大概我想就是2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speech cover的东西应该有最少有 有三四个主题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black sit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从brexit这个英国脱欧开始这个这个构 构词的这种结构就一直出来 那到了black sit 就是说black exit 那你你觉得怎么翻译比较好 黑人脱脱民主党吗 哎这这个这个你这个你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方法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黑人的自觉权吧 就是他们觉得说之前他们一直好像他们有一个talking 就是有一个讲法就是black sit组织的人或者是black sit 这个运动的人 这个其实在组织之前是一个运动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在竞选过加州副州长 他也是一个黑人也帮我竞选过 他们是觉得很多黑人是在plantation 你这个这个字是在美国啊是非常的有一个叫农场 但是其实上因为在美国的奴隶社会的话呢 他是非常有种植园对吧 你说plantation对不对 种植园plantation这个plantation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这边他给你吃饭 你给他投票 所以很多黑人觉得对民主党对他们这种控制 就好像以前住在plantation 就好像在奴隶的庄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字是有一定 这他有的他的历史的含义 就是说我要off the plantation 就是我离开这个民主党这个庄园了 我要自己出去自由了 但是可能就是自由的代价可能就没有东西吃了 就是拿不到这些免费住房啊 免费的东西了 但是我要走出这个庄园 所以他们所要求的就是说 我们最少的是要有种思想的自由 而不是说我们是黑人 这一点拜登讲的 刚才讲到拜登讲的那句话 其实上是对很多黑人是非常的痛处 就是说对 他就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要选我 你就不是黑人 就等于是绑架他们的票 你不让我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 很多黑人即使是比较左派的黑人就说 你还没有证明我要投给你 你为什么就强劫绑架我的票 因为在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一个黑人的DJ这个电台的主持 就说你要为我做做什么事 他就说啊我不讲了 如果你还没有确定要选给我 你就不是黑人 难道我提个要求不行 我提个问题不行吗 特别是这个字的本身的这个历史的含义 我刚才稍微讲了一下 就是南方的这种庄园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义 说起来南方的庄园 我我还真的是去过这样的plantation 我去过South Carolina 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性的庄园 叫Bone Hall 记得是Bone Hall Plantation 那个历史非常悠久 他确实是面积也很大 然后曾经有非常多的这个slave在那工作 但是总体来讲我去南方的这个游历的经历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恰恰是我觉得 那个些地方的黑人我觉得他们穿着非常的得体 然后呃 我觉得受教育程度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更高哈 然后人也比较和蔼一些 我觉得这这是我我自己个人的anecdotal的一个experience 就是我跟加州的这个 特别在Bay Area碰到的有一些情形呢 我就觉得说嗯 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们的精神面貌似乎更好一些呢 这以前黑人 你看六七十年代很多黑人他们的照片 你看得出来全家都是穿的非常的得体 呃 这一点我有一个照片 他们有看到一些黑人全家非常的呃 精神面貌非常的好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多黑人就说 如果你要受尊重 你一定要穿着让人家对你受尊重 呀他这个从这个外表的穿衣啊反映出来 他对自己的一个非常的有自尊很好的 比如说 这个我觉得还不仅是做给他别人看的 还是做给他自己的小孩子看的 这一点就是让他们的下一代也有认为尊重 我这一次我我 觉得有很多的人偷是全家过来的 就是一个family的一个out team 啊而且很多是一个爸爸就是有一个比较strong的一个man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在这样子 这一点的话呢也是很多黑人社区 所以这个你不能说他代表黑人社区啊 因为黑人社区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家庭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是单 很多人出生的单亲家庭 没有父亲 所以这次来的很多这些很conservative的黑人 但是相对来讲都是家庭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其中有一个一位女士吧 她就分享她曾经也是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 也是曾经做到一个stripper 就是这个脱衣女囊 但是呢就是在信教之后 那有了一个很好的家庭 那也非常的就说我非常的鼓励我生命中的男人 成为一个strong man 这个strong不一定是说那种身强体壮的那种strong 也不是说大男子主义我相信他这个信息不是说是男人大人的主义就好了 嗯对对对不是那个意思负责任的对吧 是有负责任的对能够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的一个一个家长这样的一个感觉 blacksit这个我还看了一下他们的网站他们主要有五个诉求啊 第一个诉求是说这个school choice 他们对这个事情挺passionate 就是说是贫穷造成了一些竞争上的困难 对对但是就是说不希望我就是因为在这个区 难道我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我愿意如果说自己的更倾斜一点 放一些更多的资源在孩子的教育上 我是不是能得到一些federal policy上的一些incentive对吧 鼓励我去这样做 比如说给我一些credit 我可以去唱charter school也好private school也好 就不会说造成的就是因为教育一直很差一代一代传下去 要庄园呢就是这个plantation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们觉得说如果现在我住在那里我就只能上这个学校 没有更好的选择 其中我这次有一次看到一个破冷的一个黑人的年轻人吧 他应该是16-17岁的感觉他是在家里home school 那他其实上呢但是这个是对大部分的家长来讲是非常的难的 非常的不论是时间上还有资源上非常难的 所以如果这个一点川普有一直提到就是说 如果能够让黑人的家长拿着这个credit Kennis Owens实际上我相信也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对他非常的熟悉了哈 但是呃他首先口才是非常的好 然后人形象也不错 然后感觉说话斩钉截铁的呃 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我们在这不是说他的坏号 而是说即使是像他这样看起来就是说非常理性 或者说也是一个蛮有女英雄色彩的一个人 还是偶尔也是要challenge他一下 我就记得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他是在这个Joe Rogan show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讨论 Joe Rogan就是问起来他气候变化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I don't believe the climate change 结果就被Joe Rogan就打追着打了 我觉得有五六分钟吧 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也是有点不公道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他们都是每一个议题的那个那个expert 你你不可能就说那你那你对这个数学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公道的 没有Joe Rogan Joe Rogan对他的这个主要就是说challenge 就是你可以你你为什么要说不相信呢 why do you say you don't believe it 如果这个事情你可以说我我觉得我不知道 或者说我不太愿意 就是有些就是说他这些我不能够因人废一废主持吧 就是说真的Candace Owen他放这个组织之前 我已经认识一些黑人朋友 他们已经在谈这个事情 他只是代表一个声音不能够说他代表全部的声音 我相信黑人当中还是有很很多人是支持民主党的 是的 他们也有他们支持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 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声音 而不是有些民主党人说哎呀那你就是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 你是被洗脑了 说真的媒体都是民主党的 谁谁谁的脑还不知道 我也看到有一些我觉得这个label非常的不合理 说直接就上来什么都不说就是ry winger 对啊就是这就是右翼 然后对啊 但我觉得人们忽视了说他和包括你刚才提到larry elder 他们get one at least 一个信息 所以让很多人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black on black的这个crime rate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种族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很很很深的一个conversation 如果只是讲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力的话呢 这不全面 所以他们那天讲到就是特别是larry elder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那个tayton 因为他自己是警察 就是说美国每年有几百万个警察与市民之间的一个叫interaction 接触 互动 这里面暴力的有多少或者怎么样 而且说真的每年警察被击伤或者是受伤的情况也有很多 比警察受伤到别人的情况要多 而且在这个里面也有是有很多是在跟一些黑人的 比如说是嫌疑人在这个挣扎或者是这个过程中受伤的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呢 其实上如果你不能够只看一个数字 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很多时候现在很多媒体连数字都不看了 他就把一个case拿出来 比如说说说就把这个事情变成好像是你边盖权 但是其实上如果你真的看数据 美国的警察 还真的不是大家想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一点就是说Candace Owens所做的事情至少就说别人没有办法说你是racist 对吧 他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protection 我觉得这样说吧 这些事情你只有自己去说 比如说如果我去说黑人社群什么问题的话 我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我没有在那边生活 我虽然我是可能是我邻居是黑人对不对 对但你没有办法替代他的经验生命的经验 我只能说我观察到一些事情 但是真正要提出解决方案的真正能够去criticize的 我觉得是真正是在这个是就 i live the life right 叫 walk the walk talk the talk 在08年的时候 因为奥巴马当时要参选 所以那个时候黑人的那个turn out 投票率非常的高 然后到了16年的时候就投票率非常的低 对吧那你觉得这一次黑人的投票率会变高呢 还是变低呢 那相对相比2016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社区的投票率就变高了 因为现在我们都关在家里 就很多人都是在stay at home 所以没事干投票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会去做 至于投给谁我真的不敢说 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很多黑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破碎家庭当中的 那可能可能他们从比较切身利益就说 我们如果有这个housing support 对我非常好 那共和党反对这一个 那我们就要反对共和党 这一点我也不能够说他错 他是从他的切身利益去考虑这个一个问题 但是另外一组人我觉得他们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好像Kandace Owen这些人就说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社区长远的带出我们现在这个困境 那他们也来出来讲 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去讲 你说历史教育如果说就是一味的就是说整个这是一个压迫结构 是压迫和受压迫者的一个历史 这整个美国就是建立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的不公的情况上 没有任何美国的所谓美国梦的教育对吧 如果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成功 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Black City的好多的倡导 我记得其中也有一条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美国的教育 然后还有一个是讲到就是说在这个文艺上 在文艺上也适度的去引导一些 其实是黑人在在体育和文文化上面是很强势的对吧 在美国你想说唱乐的这种影响有多大 他们在NBA在这些体育上在好莱坞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过去以来这些领域去完全是有一个自由派控制 但我们现在看到至少就是说从近些年 比如说唱歌的Canin West对吧 坎爷坎爷也很搞笑了 就自己还要当一个副总统上去选票 但他至少提倡了一个就是说回归一些常识 或者是保守的一些理念 刘牧师也有讲到就是说你一个嘴巴只能够就是一头井 要么就甜水井要么就苦水井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如果你一直是complain 那你就很难appreciate到一个赞美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你老是想到坏的东西 想到这个国家的很多问题 没有想到这个国家也有很多的好处还有机会 那这一点也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很多是刚刚新来美国的移民 是什么亚马加或者是尼日利亚 甚至那些什么埃塞尔比亚过来的移民 他们刚来美国的第一代 他们反而比在美国一些太久的黑人 他们的经济状况要来的好 我的解读 我的解读 个人解读 就是他们是在这个国家他们看到了机会 所以他们很excited去捕捉这个机会 而反而是在这些刚才讲的教育的一个问题 他们在这些教育就是说 如果教育一直告诉你说你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the dead is dead against you 如果你是以这个心态去过火 那你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这个好像跟我们生活 挺远的一个black state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也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系的 我也看到这个投票率方面 这个Asian的这个voter 其实第一代的移民的就是规划之后投票率 比这个在这个国家成长起来的 原生的这个亚裔还要高一些呢 Hispanic也呈现同样的效果 也是一样都是第一代移民 反而就说非常非常的passionate 美国的教育真的是出问题了 就是很多的美国的教育出来 特别是你看现在很多你说之前说暴动也好 你是说和平集会也好 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受完这么多美国的教育之后 他们的感觉就是美国是一个坏国家 我们比欧洲很多国家 比如说法国 法国是一个非常歧视国 他也有很多移民 但是如果你看法国的移民的叫mobility upward mobility就向上升了这个 对社会的流动性 社会的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 没有美国好 没有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小笑话 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他说看到一次美国跟墨西哥的一个贸易谈判 他说我都以为看人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墨西哥的上游的掌权的人都是白人 反正你们我们平常在街上看 但我们意识上你是墨西哥人 那些人在墨西哥其上是被歧视的 反正是墨西哥的这种government力 这种统治的那种那种精英 他们基本上都是白 对他们是家族化 反正美国过去跟他谈判的人 反正是有非常的diverse的一个族 这一个一个族群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许这一代能做的非常有限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至少 告诉我们的孩子一些常识 这个世界不是说简简单单 就像那个某些教科书说的一样 非黑即白 然后是某些人压迫某些人导致的当今世界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好了谢谢George阳 我让我们感谢观众的收看 希望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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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